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能娶到像习松娶得这么漂亮的老婆 真是少过十年都愿意 习松听了心里沾沾自喜 对老婆更加疼爱 可是才新婚第三天 老婆就失踪了 这天一大早 习松就上山砍柴了 本来老婆想和他一起去的 但是习松担心太阳太晒了 怕把老婆娇弄的皮肤晒红了 于是习松叮嘱老婆好好在家里等他回来 他一个人去砍柴 当习松砍了一单柴回来 在门口喊老婆的时候 并没有人引他 习松很疑惑 跑进家里找了一圈都不见妻子 开始习松以为妻子串门去了 可是等习松做好晚饭的时候 老婆还没有回来 习松开始慌了 就跑出去找老婆 可是转了几圈也不见老婆的人影 周边的村民也说没有见到他老婆 习松还跑到老婆娘家找了都找不到人 习松早了十天都找不到妻子 这是他焦急生活 天天睡不着 这天晚上习松照例睡不着 到了凌晨的时候 习松听到邻居有响声 他觉得很奇怪 邻居家住着是一个老光棍 这声音有响声不寻常 老光棍一个人在家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 于是习松赶紧起床 悄悄地开门跑到老光棍的家门口 趴在门缝偷偷地看着 习松看见老光棍的院子里 这时候居然停着一辆马车 好像要出远门的样子 不一会儿 男子隐隐约约看见了 刚结婚的老婆被绑在他家 只见老婆被绳子绑着 嘴巴里还塞着东西 他老婆只能吱吱吱地发出声音 老光棍把老婆抱上了车子 老光棍就走过去准备打开大门出去 习松悄悄地拿起一罐大石头 当老光棍开门的时候 能不防地被习松用石头狠狠地砸中了脑袋 老光棍抱着脑袋大骂 哪个王八高子敢打我 习松气急了 再砸了几下 我打的就是你 打不死你 居然敢保我老婆 说为什么要保我老婆 要保他去哪儿 要是不说就砸死你 老光棍抱着脑袋痛哭流涕地求饶 说他是一时鬼迷心窍的 原来那天 老光棍见到男子上山砍柴了 就来到习松的家里 见没人就把习松的老婆敲晕了 便绑回了自己家 一时色心 起就欺负了他 后来担心习松知道后寻仇 就把他老婆绑在家里 想等习松放松一些警惕 再拉到城里卖掉 没想到今晚刚刚把他装进马车 就被习松发现了 习松赶快把老婆从马车上救了下来 见到老婆瞧嘴的样子 习松心痛不已 习松把老光棍交给了派出所后 就想着和老婆好好过日子 可是习松一想到 老婆被老光棍拐走了十天 心里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他心里是爱老婆的 他也愿意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好好地和老婆过日子 婚姻是一门大学问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的 夫妻俩之间要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并且学会保隆 才会将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